欧拉芭蕾猫 这车对姐妹们那简直就是绝杀 要说长城啊 真精明 开发出纯电平台 这主流纯电车呀 干不过比亚迪他们 就一边搞小车 用设计来抢女性市场 一边搞硬拍越野 抢男性市场 这两头啊 拿捏的死死的 优雅 永不过时 欧拉芭蕾猫的外观啊 它不是照搬的 是有合法的专利的 冷知识 这甲壳虫啊 也是抄别人的 抄的是捷克品牌 列德文卡设计的 泰托拉T97 后来啊 泰托拉就把大众给告了 1961年 法院呢 判大众输了 大众啊 赔了泰托拉三百万马克 这事啊 就算了了 后来啊 甲壳虫的设计师 自立门户 独自造车 他的名字就叫 废迪南德 保时捷 也就是说 甲壳虫是通过侵权获得的 这个外观 而长城呢 是合法的获得的 这个外观 说真的 这欧拉芭蕾猫的外观啊 是真好看 我一大男人 都居然心诺 不过呢 开这车呀 没点心理素质 那还真不行 比方说 我早上过来上班 把这车停车位里头 不到半天啊 全公司就都该知道 我开这车了 平时呢 拉了家人和朋友 这领导和同事啊 愿不愿意上这车 那还真不好说 这车啊 预售 19万3 到22万3 这下大众啊 可坐不住了 怎么卖的 比甲壳虫还贵啊 这不是把姐妹们 当猪仔吗 没事 反正啊 姐妹们花的也是 姐夫的钱 不得不说啊 这女人的钱啊 是真好赚 诶 对了 要论外形啊 这20万能买mini了 三杆的啊 欧拉芭蕾猫的内饰是全新设计的 你再管它叫老爷车呀 就不太合适了吧 这翻向盘上 这整圈啊 或者说是半圈的镀铬 这才叫 复古车的精髓 这中控台啊 亮晶晶的 跟你裹牌似的 你瞧这 补妆镜 你瞧这 寿司盒 这哪是驾驶仓啊 整个一化妆间 这欧拉芭蕾猫的设置啊 基本都在这块连屏上 这屏幕啊 离的虚微有点远 我呢 也得把胳膊伸直了啊 才好操作 高通815 车机芯片 这操作呀 挺流畅的 没觉着卡 这姐妹们呢 只听歌 导航 偶尔啊 看个抖音 足够用 欧拉芭蕾猫 比好猫啊 要大上一圈 跟Smart呢 差不多啊 一边大 这车内空间呀 也是啊 肉眼可见的大 就后排中央啊 有一凸起 不算高 不过呢 后备箱有点小 要是家里唯一一台车呀 不建议啊 出去旅行 或者机场接个人 可能啊 就放不下行李箱了 这20万的车呀 续航最长 500公里 126千瓦 250牛米 这老爷们啊 可能会觉得 有点辣 你要是这么想呢 那就是不懂得 外观对于 姐妹们的意义了 这所有的性能参数 那都是个屁 能开就行 这好看呀 就是一切 这女生们开的车呢 也不需要啊 跑那么长的续航 这欧拉巴雷猫啊 加速不错 这运动模式下 提速 有点小猛 感觉 比2.0T的燃油车 还要强点 这急刹以后 再踩电门 也能立马 就有推背感 这底盘质感 挺好 有点硬桥 硬马那感觉 因为有电池呢 因为有电池呢 在底下压着 开到120 这车呀 也挺稳的 这转向手感啊 也可以 这空调制冷呢 也是杠杆的 这痛点啊 就是A柱啊 太粗了 这拐弯的时候呢 还得拧头看看 这隔音呢 一般啊 主要是跟城市环路上啊 跑法还行 这一上高速啊 这风噪啊 胎噪就起来了 要是换套轮胎呢 应该能好点 这女性市场啊 是一个细分市场 现在不大 要好好做呢 就能把这块蛋糕啊 给做大 这欧拉的车呢 现在啊 都是一个满产 满销的状态 这销量啊 也是被产能啊 稍稍啊 给制约了 这怀疑欧拉的朋友呢 不妨啊 去资本市场啊 看看财报 也别上来就喷 这买点长城的股票 自然啊 就会了解了 如果您 去年 把买车的钱啊 买了长城的股票 现在啊 都能买套房了